大家好,我是姜姜互欢,又跟大家好久没见了 今天想拍一个视频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二十来天干嘛了 然后有很多很多关心 我爸爸腿伤好了没有的朋友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就是一看到镜头 然后我一点开始我就不知道讲什么了 其实这个视频我已经录了十几遍了 就是讲着讲着 大佬一片空白 我就感觉我说不通顺 然后呢 今天在我的车里面拍的视频 这是我买的新车 我为什么在车里面拍视频 是因为我在家里面 我爸爸在那里 我就感觉那个气氛很压抑 然后我就不知道录什么 我就录不好 然后我想到这里一个人的话 我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所以想跟大家汇报一下 上一次拍视频是8月22号 然后今天是9月11号 就有20天了吧 我爸爸在医院里面 22号那天做了手术之后 在9月1号出院的 就是术后10天出院的 然后我儿子8月31号 然后上学了 9月1号出院 然后我这个车是9月1号买的 当天买了之后 就带我爸爸回来了 然后当时回了一趟家 他也想回到家看一下 回到一趟家 然后当天晚上又来了县城 就在我租的房子这里住 为什么这段时间就是没发视频 真的是没有时间 然后再加上我 身体也不舒服 然后我过两天我也要去医院 去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就现在还不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讲 然后还有就是我妈妈也经常看我的视频 我也不想让她担心 还有就不太想去讲一些我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说不好的 我就觉得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也不想拍 就怕她担心 因为我妈妈她一个人在家里 就是要照顾家里的牲口 然后那些也挺忙的 最近也都忙 然后我爸爸的 他呢怎么说呢 就是我爸爸最近他就像一个 就是一个叛离期的小孩一样的 又倔强 又不听话 就是我感觉照顾这个老人啊 比照顾小孩还难 反正我最近真的 真的是挺累的 说实话 然后 我讲了哪了 我都不知道讲了哪了 就是真的 我一面对镜头 我都不知道讲啥了 我也忘记刚刚讲了啥 然后我 我爸爸现在还在 还在我这里住着 然后他在术后 三天 第三天的时候 腿又有点感染 然后我又把他带到那个医院去看一下 但是带到我们县城医院 然后县城医院就觉得他这个腿伤 就是财瘦手术 情况有点复杂 他们就不敢去 去弄 然后我又带到原来做手术那个医院 找原来的主治医生去看了一下 然后当时又跑到那个 香阳那边 中心医院 找那个医生看一下 然后当时就又重新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 确实是有点受感染 但是还好不严重 看得比较及时 然后就在那里打了一 打了一天针 然后当天又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进 就又在我们县城医院 然后打针 打了五天针 这两天没打针了 然后我儿子是昨天已经放假了 昨天放假了 然后昨天陪来还填 然后这中间 真的 这是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 每天都想着说我忙完了之后 然后录点视频吧 或者说把以前的视频剪一下 然后发给大家一下 但是就是每天当我早饭 中饭晚饭 把我爸弄好之后 然后上午带我爸打针 然后下午又有一些这辣的 然后比如说像帮我爸去车关锁里 然后帮他那个省他那个车吧 他那个三轮车什么 就是我爸他的什么事情啊 他就不能跑 就是我在跑 然后也都是赶到这个时期 这段时间 就挺多事情的 然后比如说跑医保局啊 是医保局吧 那个就是办那个医保报销的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地方 反正就是 因为我对南章其实也不是特别说啊 然后我就出去办个事情 那半天时间就没了 然后就回来要赶到给我爸做饭 然后他一天要按时吃药嘛 一天三天尿 然后他一个人在家里 其实也挺不尿的 就就昨天啊 昨天他都还急着 他说要走 他昨天刚好 他拆线没拆两天 然后昨天他那个药又去换了药 换了药之后 他就认为他好了 他要回老家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在这中间 他包括他那个二次感染 也是因为他不听话 就是医生说的 我说的出院了之后 他就他就不认为你说的是 有那么严重或怎么样 就本身他的 他出院之后要半个月 呃卧床休养啊 就是那个腿是不可以在下地走路 从来你上厕所啊 就是迫不得已的 你可以去走两步 就是不可以用力走走路的 一走他那个里面 腿部里面就是只曾有个血肿 然后呢那个那个做手术中里面有一个空腔啊 他就不容易和了 他容易渗水 然后就二次感染这样子 而且他就他那个腿会不舒服 但是他他的思想怎么说呢 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就不理解 就是你们能想到的就是跟他沟通的哈 跟他讲的那些道理就是好的坏的都 我都能想到 我们都跟他讲了 我妹妹也跟他讲了 包括我所有的亲戚来看他 每一个人都跟他讲了各种各种 他只有在刚做人手术那一两天和第二次感染当天 医生说的时候 他认为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说嗯好好好 听你的 然后听医生的 我再听话 但是当他感到他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 或者说他觉得 哎 我又好了 他瞬间就变成一个就是 特别不讲理 特别不听话的那种小孩子样的 你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你又不能打他 又不能骂他 你还得好好的哄他 就是你 你哄他也不行 你说严重的也不行 就是他 他会跟你发脾气 他会生气 他会倔强 他要走 他非要跟你对着来 就反着来 就比如说我跟他换药 我说 医生是吧 要求你这样子换 不可以 沾水啊 或者说那怎么样是吧 不可以下个什么 他非得要 嗯 认为他那样的那种 一步朝那样的那种 他就跟你生气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他那个 我 我当时他每次跟我吵的时候 或者说跟我生气的时候 跟我 反正来的时候 我特别想把他那个样子录下来 给你们看看这个最强的老人是多么难照顾 但是我一想啊 过后了 我一想 我爸 我又不想把他这种难堪的一面 就放了 放了上来 网上 让大家去评论他 或怎么样 就因为我爸什么 我也不想大家说他不好什么的 哎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你们家里如果有那种就是 你特别就是生病了之后 然后又不听你的 然后特别难弄的 特别难伺候的老人 然后又因为他的倔强固执 然后耽误很多事情 然后把事情变得严重 哎 然后你又没办法就去舒服他 然后你又不能怎么样的时候 你不像个小孩子 你可以把他强行的带去 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们照顾个这样的病人 你们都能理解那种心情 那种处境 那种围栏 反正我就每天 其实我也挺压抑的 就是我 我就感觉我都快抑郁了 说真的 我白天 我爸怎么样弄 是吧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已经被他弄得 我有气无力的 我也不想说话 反正我就该照顾他 还是照顾他 该弄饭给他吃 该让他喝药 还是喝药 我该怎么样去照顾他 还是怎么样照顾他 我就忍着 我就想着 你只要在这里待着 能够让你腿好 快点好就行 但是我心里是真的挺累的 我也弄得很崩溃 然后我最近就是 嗯 上次跟大家也说了嘛 就是暂停了一切的工作 然后包括我的一些计划 然后一些新工作都 这些都打乱了 我都要重新去弄 我都要重新去弄 哎 然后 昨天晚上 我觉得现在眼睛还肿不肿 大家不知道怎么看出来 我经常啊 以前说真的 以前是我不想让我妈妈看到我的视频担心 主要是这个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其实我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讲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不想那样了 我觉得也没关系吧 我妈妈大概也知道 就是我也挺 就是有时候 就是信我妈的话说 嗯 都快疯了 有时候一些事情就把人都整疯了 那种 确实状态不好 然后这个 身体和心理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也在积极了面对 然后我是 求生欲望特别强 大家 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太不好 不要把我想得太不好 这种状态 我会积极的去面对 然后 其实我 我现在对自己要求就是 嗯 活着就好 嗯 咋说呢 就是我还是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就感觉大家在看着我 然后我还是想笑一笑 我一个人的时候吧 我真的白天还好 然后 有人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可能能分享我的书 晚上说真的 我那个睡眠障碍啊 一直 睡眠不好 以前我不敢跟大家承认 现在 就是 每天晚上 我就是那种 就是晚上我可能 躺在那里的时候 我真的 入睡特别困难 我已经困到要死 白天再忙 困到要死 我就会特别困难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 我就 流眼泪 完了完了 然后眼睛都哭肿 然后这里面眼睛都 铺成那种就水肿的泡河 然后第二天好早好早 就是有一点多年或什么的 就好早还是起来 有时候四点等 有时候五点等 六点等就起来 有时候睡一两个小时 然后该起来 该干嘛还是干嘛 我就躺到里面 特别的难受 然后我必须要找点事情做 我就好一点 所以每天是特别不舒服 然后颈椎也特别不舒服 前两天就去弄了一下 然后颈椎也还要去弄 真的 我其实特别想变好 特别想身体健健康康的 因为家里人需要我 发妈需要我 然后儿子也需要我 所以 我觉得我没问题的 我会 好好的 然后 大家也不要担心我 就是我 我还有想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你们 看到我 就是你们跟我发的评论 私信也好 其实我不敢去看 说真的 我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敢看大家的评论 和私信 我就回的很少很少了 包括我昨天发了一个 抖音一个小视频啊 昨天其实挺开心的 然后我儿子也放假了嘛 家里一下子就是热烂烂一点 我跟我爸在家的时候 那个气氛特别的压抑 然后我儿子 他回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哎 挺开心的 他一会见到我 他就挂挂挂挂 那个小嘴说个不停 挺开心的 然后昨天我就 双手拍了一点他 然后那个也是他的一个 就是家庭作业 老师给他们布置的感恩作业嘛 就回来做的家伙什么 他回来做饭 我就发了 发了一个那个简短视频 然后有很多人关心 我就大概 我就大概去扫了一眼 看了一眼 嗯 我就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好焦虑 好焦虑 然后我就不敢看了 我又不敢一个一个去回 然后我又 我又不回应大家 我又 我又很难受 就是 就是 嗯 我会看到那些关心我的 我会觉得好多人 关心我 我要回应大家 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好 不然然后 我觉得心里好像 有一种 对不起大家的一样的 那种感觉 我特别怕 谁关心我 就是 就是那种真正的关心 我其实能感觉到的 然后我就会 然后 我如果看到 就是 不好意思 我如果看到 就是 嗯 就是 不好的频率 或者说 不好的心情 然后收我的 我也会 就是特别 一下就会心里 特别难受 就不想看 然后我 我的状态 我很清楚 然后我不想哭 我不想哭 所以说 我就 就想让我情绪好一些 想会每天正常一点 所以说 我就没有去看 然后我就没有去回应 但是今天 就是还是发 发那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 毕竟对你们来说 我是一个博主 是不是 我这样一个自媒体博主 嗯 不可以就是 就是很任性的 就是想发就发 想不发就不发 好像对大家不尊重啊 确实会有一点 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跟大家汇报一下 大家不用操心 我都会把生活安排好的 就是我爸爸呀 我儿子啊 家里人呢 我都会照顾好的 尽量去照顾好 嗯 然后下次有什么 我还 就是还有什么事情 我慢慢就跟大家讲吧 因为我今天 与我沦四的 嗯 大家估计看了之后 感受也不会好 觉得我这个 就是 说了乱七八糟的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我每个视频 我都没有说 先写好 我就是 一边想着 一边说的 唉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是迟迟不敢 更新视频 我就觉得 我想让大家看到 我好的一面 就 可能比较追求完美 但是我又不完美 然后我又 就是 也可能是文化先驱吧 可能这个 我这思维不好 读书读少了 以前没好好读书 所以心里想了很多 觉得自己能说清楚 觉得自己 可以去 突顺的表达出来 嗯 很清晰的表达出来 但是一说的时候 就 所以我平常生活中 我都是经常跟别人 我能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 别人问我什么 就说什么 我生怕说错 或者说 让别人感觉不好 嗯 其实我还是一个 蛮自卑的人 唉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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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